那些東西只賣出去的 就很神奇 那些東西你不要一群 你想說二少爺這塊東西有買 一千我不會買嗎 就賣好玩的 結果那一根賣出去的 是一個攝影師 我是記者的攝影師 他買做的 我確定有成就感 你是有今天定價上去嗎 我有定價對不對 我有定價 因為鋼筆很貴 鋼筆很貴 鋼筆是失望 然後加上木頭 因為好木頭下去我要按工錢 其實 大概都算一半 會太難這樣 那攤位要多少錢 擺攤的攤位要多少錢 捐出不用錢 秋五要錢 秋五一天八百 一人拉面對面五百貨 一人拉面對面五百貨 一人拉面對面五百貨